好,昨天我們在了解Context的這個概念之後 我幫大家對於RealContext的它的概念 為什麼它叫Context有更了解 我覺得應該也有幫助你去了解說 為什麼需要一個Provider Provider裡面再去拿才能去拿資料的這個概念 那今天呢我們來做一個複習題 然後順便說明一個常見的 一種RealContext用的Pattern 那之前有提到說其實官網啊它在 它在這個官網的最下面都有提供這個練習題 那它的練習題我覺得它的品質都蠻不錯 那如果你上面都讀完的話呢 基本上這個練習題做起來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有些問題可能會需要稍微思考一下 那但是我覺得它題目的品質都還蠻不錯的 好,那我們昨天大概是看到上面這個地方 好,上面看到這個地方 那下面這裡就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這裡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在你開始使用Context之前 它會建議你說你不見得要馬上開始用Context 因為你有可能會只是 如果你資料並沒有傳遞的那麼深的話 你並不需要用到Context 所以它會官方會比較建議你說 一開始還是先從Probs開始 當你發現說你要 你用Probs的話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人家在Trace你資料的時候可能會比較方便 就是因為Probs它的概念就是一層 從負層一路往下傳嘛 所以你用Probs來傳 人家會比較好知道追到那個資料的源頭是哪裡 但是當你傳太多層的時候其實反而會有點影響開發體驗 什麼意思?例如說我現在要改的是最下面的一個Component 可是這個Component就要來自上層嘛 所以你這時候可能要再點 因為我們不同Component可能會拆成不同檔案 所以你可能要點一下它 往外層看它的Component 這時候你開了一個檔案 那你發現說這個檔案 其實它的資料又還是在往它負層傳 所以你又要再開一支檔案 然後又要再往上找 你又開了一支檔案 最後才找到說它的資料原來是從這裡進來的 那其實有些時候這會稍微有點影響開發上的體驗 你可能會有點迷路 當你可能開了超過四個檔案之後 你可能會有點迷路在這裡 所以當你資料傳太多層的時候 就可以來考慮說是不是要用Component 那到底什麼樣 什麼情況下叫做傳太多層要開始使用Component 這個每個人的經驗 或者說每個團隊的習慣其實不太一樣 但是當你發現說有點影響到開發體驗 然後已經傳太多層的話就可以考慮 那另一個情況是說有些時候其實 像有些時候其實你不一定要用Context 才能夠解決說Property傳遞下去的問題 有些時候你可以 例如說它這裡提及的Layout來講的話 有些時候你反而是可以把整個Component 或你是可以把Children帶進去的 一種是用Children 然後一種是你也可以把Component先定義在外層 然後把這個Component當作Probs往下傳 這兩種方式都可以去減少 就是說你需要把資料一直從最上面往下傳的這個情況 好 那最後有一些他認為比較常見的use case 像是用在主題啊 帳號登錄啊 路由或者是一些狀態管理 狀態管理就是比較像我們剛剛講 當你發現你的資料流已經很深的時候 好 那Context的使用我們昨天示範就是最基本的使用 就是說它是從 它只去拿資料而已 它只從Provider去拿資料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說在JavaScript裡面 Function其實本身也是一個First Class的Function 也就是說Function也可以被當成一個東西這樣傳來傳去 可以放在物件裡面被傳來傳去 那也就是說呢 既然我們昨天可以把資料 一般的這個 一般的什麼字串啊 正列都放在這個Context裡面 那也可以把Function放在這個Context裡面 那可以把Context放在這個資料 放在這個物件裡面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把 昨天我們只是把可以用來讀的資料放在Context裡面 那你只是也可以把哪來改變資料的一些Function 放在這個Context裡也是可以的 那 那昨天的示範是比較基本的 所以我們沒有去說明說怎麼把這個韓式放到Context裡 那當然 但是它的概念是一樣的 好 最後就有一個快速的複習 好 那有興趣的一樣自己看 那最後它提供了一個練習題 那 大家可以先 我覺得如果你有讀完 讀過這篇文章的話 你可以稍微先花個 10分鐘的時間 5到10分鐘的時間自己先練習一下看看 這題目沒有很難 但是可能 不熟悉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稍微思考一下 那你先花大概5到10分鐘的時間 好 那我給大家5秒鐘 你可以先把影片暫停下來 好 我當你已經練習完了 那我們 就來接著看 那它最下面都有提供解答 所以你其實可以直接看它的參考解答 是怎麼寫的 我們直接帶著大家寫著 好 那這是一個APP 那這個APP它做了什麼事情 它 就是當使用者點擊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的圖片會變大變小 好 那我們把它 用開發者工具來看一下 它的題目要問什麼 好 進來這裡 你可以看到說 它為什麼它現在這個資料是怎麼樣呢 它會在這個 我們來看 對應它的程式來看 它會在APP這裡 去定義說 image size是多少 圖片要顯示的大小是多少 好 那接著呢 它做的事情是 所以在APP這裡我們拿到 image size 那它接著它做的事情是 它會一直把這個image size當成props往下傳 所以list它會傳到place place又會傳到place image 這樣子 它每一綱圖就是這樣 所以它的資料變成要從 這裡開始傳 傳三層 一層 兩層 算是四層樓啦 又傳了三次 OK 真正要拿到image size的人 其實是place image 可是它的資料從APP一直往下傳 好 所以回到程式碼來 你就可以看到說 資料我們其實是定義在APP的 可是它會需要一直往下傳 所以它在這裡把image size往下傳 那在這個拿到之後又再把它往下傳 place拿到之後再把它往下傳 place image 最後這是真正要用到的人 它在這裡拿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改成這樣子 我們place image 我們就不要傳了 這是我們學到contact用的法 我們這個image size啊 我們都不要傳 好 image size我們都不要傳了 app這裡 app這裡我們也不用把它傳到list 我們希望能夠用context的方式 直接把資料 在這裡 透過provider傳進來之後呢 讓它能夠直接在最下面這個 真正要用image size的人拿到資料就好 好 那一種很常見的pattern就是 我們會把context 把provider 還有能夠去拿這個context資料的方法都寫在一起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你要寫context 會需要幾個步驟嘛 第一個你要去create context 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子 import create context context from react 好 所以我們先create個context 我就叫它image size context 好 那 這裡面我們會給它 什麼都拿不到的時候的初始值 那我就先給它帶100 好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來定義provider 那我這裡叫做image size provider 好 provider呢 這裡我們可以 我們習慣上 會這樣子寫 我們會把children帶進來 好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這裡寫 我把provider會放在這支檔案裡面 這個是我們的image size provider 像是這樣子 好 children就放進來 OK 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也寫好了 這個可以被export出去使用的這個provider 那最後呢 我們通常會習慣在寫一個 能夠使用到這個image size的一個hook 所以它用法是這樣 所以這裡我會把這個image size 從這個context拿出來 然後就把它去叫做image size use context 好 image size context 這樣放進來 OK 好 然後再把這個image size return出去 好 這是我們很常見的一個 在這個context裡面的一個pattern 就是我們會把 跟所有image size相關的這個 context provider 和能夠去取用這個方法 的一個hook 就把它放在這裡 那真正要拿的人 他可以怎麼樣去使用呢 他在使用的時候 就只需要去 import這個context裡面的資料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use image size 然後image size provider from context 像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現在 會把image size 透過provider 往下傳 所以我會在這裡 跟著image size 好 那這個image size 要把它放到provider 下面的人才拿得到 所以我會這樣子 好 那 children其實就是這裡面的東西 我們剛剛有訂閱一個children 就是這裡面的東西 所以這時候呢 我可以把 需要把image size 也傳下來 image size 那這個就是provider 我們會把它放在這裡 像是這樣子 好 這時候我們的provider 其實就準備好了 那接著就只需要去拿 用use image size 把image size 拿出來 所以就到 真正要拿資料的地方 image size use image size 好 像這樣子 那其實這樣就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我們重新整理看一下 好 看看是不是成功 好 一樣 資料一樣運作 那我們打開這個 在新的網頁裡面看一下 好 打開這個react 開發的工程 現在你會發現說 現在多了一個provider 我們把它包起來 那所以呢 這個value是100 那我點下去的時候 這個value會變150 那 中間這裡的人呢 都拿不到資料 都拿不到那個image size的資料 他會直接在這一層裡面 透過use image size 把資料拿出來 把這個context傳進來的資料拿出來 所以他就可以拿到 正確的image size OK 好 那這個是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種pattern的寫法 就是我們 習慣上 蠻常見的 在同一支檔案裡面 把context create出來 把provider寫好 寫一個custom hook 讓想要用這個資料的人可以去使用 那跟官網這裡的解答其實是 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官網這裡的解答是比較 如果你對於這種pattern還沒有那麼熟悉的話 一般人 剛開始寫的時候 他會這樣子 一樣 他會在這裡先定義一個context 跟過去 跟我們前幾天講的燕我一樣 先定義一個context context定義好之後呢 建立一個provider 好 那在最下面 真正需要用到這個資料的人 用use context 把資料拿出來 OK 好 好這就是react context最基本的用法 那之後我們會再講說react context 怎麼搭配reducer 或者是搭配type script 可以怎麼使用 那甚至是怎麼樣把setter 放到這個context裡面 讓他去可以操作一些資料 好 那我們之後有時間的話呢 再來看其他篇文章 那這三天就先把這篇文章 做一個簡單的導覽結束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